烤衣果 去做食的豆奶 這個食爐有 我不知道它有加什麼 但是口味真的挺重的 它的食材是新鮮沒有錯 可是它這個有 會喜歡的 底層搭配的是新鮮的臉紅還有咖啡油 這個味道聞起來真的不會讓你有胃口 我幹 這我來講 吃不懂比起這個甜甜的 上面上的第一道是我們的季節小塔 它的塔皮是昆布的風味 上面搭配的是豆薯片 還有季節的蔬菜 右邊這個塔皮是蕎麥做的 上面搭配是帶有口味的生菜叫做苦樹 還有拌過Tabasco的生蠔 以及開心果牛 它就是有點像威士忌的氣泡酒 對 你吃這個嗎 我是吃到很多奶肉的味 我不知道吃什麼 我自己很想去 那一片菜是苦的 好多 這好吃 這好很多 它有很煎的海鮮味 它生蠔很好吃 超級酷的 不用選擇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 會變比較好欸 比較實現 有比較甜 因為剛剛這個生蠔質還是有點口味 可是配這個酒 完全就是變成香甜 我先跟觀眾講啦 今天我們來慕美啊 慕美有分兩種菜單 一種是短菜單 一種是廠菜單 但不過其實短菜單才不用奶 對短菜代表皮的菜比較少 沒有吃過它的精華 所以我今天特別的 我們今天開箱的是它的廠菜單 就是菜比較多 比較貴的意思 這道的它是來自宜蘭大溪漁港的藍軟蝦 那它之所以叫藍軟蝦 就是因為它的軟是藍色 它點在上面 非常的少 那底下搭配的是燈籠果 做成的日式冷湯 一點昆布油放在上面 我們搭配鹽滋果的三角 炸豆腐 簡單便利用湯匙 不用煮飯用 那哪有蝦軟啊 還有啦 你仔細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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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啦 來 開得到嗎 看得到的 好啦 算了 可是這蝦還不錯 沒有吃到軟的味道 還蠻有吃的啦 這道菜是好的 它蠻有開胃的效果 因為它這兩個酒都算酸的 很適合女生很酸的 酸甜酸甜 這道畫出來自 台東城公寓港的鬼頭刀 那我們是以生魚片的方式去做呈現 中間大廳是比較清爽的生菜 像出鍋巨粉 小黃瓜球 冰花墨地醬 底下還有一點來自麻糬的拌菜 那一定要幫您倒上的是 用蝦尾果去做成的豆奶油 可以透過蝦尾果的脂肪 掰給這道菜 口感上面更多的層次 它用深綠色的部分是濕鍋 去做成的脂油油 待會一定用湯匙 直接把底下的豆奶倒出來做適用 我第一輪在底下鴨肉的時候 我知道你記不記得我用很多綠色的鴨肉 我知道 可是我在彩排的時候一直律不了 因為30分鐘限制 所以那時候彥座就跟我講說 他教我一個方法 他教我打菠菜進去 我想講的是綠色圓座吃MOOMAN 非常擅長的名字 好棒 我沒有吃過豆奶的生魚片 我真的超怕那種豆豆 還記得我上次在肉圍 我唯一沒吃完那道菜 它比那豆豆好吃的 麵包的部分我們是三面產做的 然後麵橘黃色 這個是我們自己做的鹽絲牛油 還有韓鹽 就可以在麵包裡吃 所以我太膚淺了 我覺得生魚片加醬油還很好吃 還可以的啊 有點清淡啦 基本上就是沒芥末什麼 我覺得這種就是芥末吧 其實我覺得這綠色其實還蠻可怕的耶 看可能可怕吃下去不可怕 可是我承認 這個食蘿油 我不知道它有加什麼 但是口味真的挺重的 我覺得我可以知道它的評價就是 它的食材是新鮮沒有錯 可是它有這個油 我喜歡的 而且它是有麵包對不對 它可以沾一下 要再沾牛油嗎 我要再綠色油 舒服 真的嗎 我好配牛油 來了 滿漢大餐的那個牛油包 一模一樣 無違和無差別 是不是真的套路吃 它頂多新鮮一點 這DNA是一樣的 來 跟您介紹一下 這一道的話 是我們的達達和牛 它是用生的和牛牛肉 去拌台灣的菜脯和一點洋蔥 那上面我們搭配油蔥蛋黃醬 還有蛤蜊米那一支 那這一道的話 要搭配我們旁邊這個紅麥麥的菜餅 去做食用 那今天您用手把菜餅都比較爽快 牛肉跟醬汁拌完之後呢 放在上面一起吃 還有 謝謝 我覺得它們真的是很花瘦的 很喜歡 我沒有吃過生的和牛耶 沒有生的和牛它啊 我會做 我都沒辦法做到這麼好吃 這我說的 真的好吃 好吃好吃 它還微微辣辣的 它味道城市買多了 這道菜是我們的波特菇 然後裡面有醬汁是巴西蘑菇跟乾香菇 然後我們把它濃縮做成一些醬汁 然後裡面有一些焦化奶油 這道菜主體是菇跟鮑魚 所以裡面我們有我們的溫度跟粗鹽 一層一層堆疊 然後蒸出來的鮑魚 然後旁邊的是我們自己做的檸檬麻煙草的醬汁 然後還有一點點黑蒜粉 然後菇上面是生的 那是養的菇 也是撒一些黑蒜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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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辣油 所以可以綜合在一起吃 然後再一點醬 我們要先喝一口 謝謝 我的包也好嫩 我喜歡耶 我也喜歡 而且我跟你講 這邊有民眾真的不喜歡 為什麼 因為它菇味太重 不會很兩級的菜 可是我自己是超愛吃到菜 我全部裡面是還沒最喜歡每一道的 夠新鮮 不好吃 而且這邊的蘑菇味 這邊的酸甜味 在一起會產生一個新的變化 這個它是做得很像甜鹼一樣的概念 它真的吃起來是一種甜甜的感覺 這什麼都要蘸麵包 我跟你講這個真的配 沒看我推得我一口 最舒服那一種 真的嗎 我都想再回家用 那這道它是五三 它是非常常見的魚種 那我們是使用 奶油去做乾煎 它有白色的醬汁 是用魚骨 還有帶可的海鮮 像蛤蜜 是澳成的魚骨高湯 搭配一點檸檬馬鞭炒油 補足芥蘭菜精 下面我們有馬鞭菜 以及油力 是用花去做的裝飾 還有 欸 魯美真的是一個很喜歡 用花花草草流出來的 我生命第一次吃那麼多花 它用大量的高級食用 不要看第二花 第二花超貴的 我當初我有沒有想要考慮 用這一版 看到報價單放棄 我好喝配魚 我好喝 這魚皮好脆喔 怎麼辦 我覺得它每一道菜目前都還不錯 我本來想說要誠實一點 也要有一些批評 但是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不過它們海鮮體重真的是蠻重的 海鮮料理很厲害都是 它們單吃你會覺得還好 可是全部配在一起吃就很好吃 對 真的 我覺得它今天每一道菜都是 你看起來真的味道 試下去完全都不是 每一道每一道都是 這道我有嚇到 而且是好吃的 可是我發現它真的就很美味 吃多了我會看到 哦不對 我要配酒吧 搞不好是我吃 有差嗎 吃過了 欸這道真的要配酒 我認真 這道的發出來是彰化的玉露鴨 也是採用鴨胸的鍋位 做乾式熟成一粥 表面塗上可樂做成的甜醬 還有取一桃粉去探討 正中間搭配的是鴨胸醬 還有辣椒油 它都可以跟左邊的黏黃瓜一起做食用 它怎麼可能上鴨肉 我沒有新稱號耶 鴨肉王對不對 對 吃卡要亂上 小包吃卡要亂上 吃看看吧 一定要像糖葫蘆這樣 這樣才有神視感 雙胸有不順講話 我已經是網了 所以我不能講任何的東西 給你來講 沒有這個好 吃一個鴨肉拼命來評斷 我覺得它的熟度很OK 好好吃啊 我剛好是我沒有講的 這邊的話我們準備是 後切的滷牛舌 那我們是做慢滷之後 表面有稍微做炭烤 可以拿到植物的炭烤箱 上面搭配紅色那個不是洋蔥喔 它是一種叫乳具的生菜 帶到五點的風味 它右手邊是香蕉油風的牛奶南瓜 中間的醬汁的話 是用豬肉香滴一種柑橘 還有蔬菜去熬成高湯 再來刮一下 噢 它柑橘味好濃喔 我沒有很喜歡吃到 我覺得這肉質很嫩喔 是不是感覺我在那裡有消耳的感覺 應該說我比較喜歡再深一點 它是挺熟的 可是我只好吃 我覺得它柑橘味單是太重了 我只配那個牛舌酒 我喜歡欸 我太膚淺了 我覺得每一道都好吃喔 我覺得上一道鴨肉會更多 它鴨肉真的是爆炸好吃 就是這道菜 你怎麼出來了 你怎麼出來了啊 我會說我絕對一句話的不會評分 我現在在那邊爆好吃 今天我們準備的是比較清潮甜點 最上面粉紅色的部分 是用黃金巴勒去做紫麟莎 然後終於有一群人剛才學過 底層搭配的是新鮮的臉服還有咖啡油 所以建議你從這裡嚇碗起來 是不是臭 臭的咖啡味 你喜歡吃甜點的嗎 我喜歡它那我超愛 我跟你講你不吃甜點的 這個味道聞起來真的不會讓你有胃口 可是我們試試看它的味道 它都從底挖到上面 看你把它挖起來變臭了 我幹 對不對 我覺得它的下面的味道很好 但是我覺得上面的紅金卡拉辣冰莎是多餘的 我怎麼覺得咖啡油是多餘的 我覺得咖啡油有加分欸 你我不喝咖啡的啊 你很喜歡咖啡 可是我紅金卡拉辣冰莎真的 這個 巧克力味 我們看到它是麥芽的脆餅 中間的話是麥芽的牛奶冰淇淋 那我們去中間的話 再含個8.5%的苦甜 巧克力一部是紅酒 這樣子會搭配一次藍莓跟櫻桃 就是花瓶子裡把上面的脆餅剝碎 然後飯肉就想用喔 請問一下 好吃的啊 好吃 雞粉粉 華麗粉的黑生的冰淇淋 他說是它餅汁怎麼做呢 黑粉 蛤 你剛好多喔 我很好吃但是沒有到經驗欸 我不曉得吃它多甜甜 可是你說這樣永遠是甜甜的 沒錯 第三個甜甜 這個的話是今天最後的甜甜甜 金沙巧克力 這個的話是我們帝王生的 炙烤果醬巧克力 它這個是什麼能做的 喔喔喔喔喔 裡面的話它的炙烤果醬 是流動性的 建議你一口做想要的 這不用砍就知道爆甜巧克力 它應該吃下去就會爆開 就是會 會不會 因為我其實我不吃東西 它就是... 好了好了好了 我好壞 它酸的喔好酸喔 然後... 那我吃看看吧 我覺得它很新的不是我的菜 哇我看我三個吃完 這個真的太壞了 這味道真的很濃 它整個是柑橘的口味 爆在你的嘴巴 這是酸的對不對 對 然後外面是完全的黑小的 會甜甜甜 幫你疊 我覺得第一道有嚇到嗎 嚇到難吃 我也嚇到 第二道比較正常嘛 對不對 可是沒有經驗 對你沒有經驗 吃不懂你喜歡的甜甜 對我吃不懂這個甜甜 好那我們終於吃完了 那甜甜真的是 如果木梅的薛福有在看這集的話 甜甜真的我建議稍微來拿一下 好啦那整體來講 我們今天吃的 我是覺得真的還蠻棒的 沒有像評論上面這麼誇張 你會覺得很好吃啊 那你最喜歡拿到菜 看鴨肉 我感受到攻擊性的眼神 不是我 正經有戀愛感給你 VCRVCR這樣 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雷菜啊 這個甜甜我覺得可惜了一點 因為亞洲的食材餐廳會比 行李行更難 所以它能拿到我 我相信它一定有它的技術 有興趣的是可以來嘗試一下 如果不好吃 再來攻擊我 我是覺得外界的面 是不是因為他們覺得VP值不高 就是覺得吃的不夠多 可是我覺得如果真的懂料理的人 像是這次跟淡台 他就跟我解釋說 很多料理背後的用心 那你就會了解到 一道這樣的料理出來真的不容易 對啊然後再來就是 欸你是演員出身的嘛 對我現在在網學方面 對那你這樣回台灣 那你未來的發展 可以跟觀眾稍微來介紹一下 我現在目前就是六歲到溫哥華 但是現在回來我的家鄉台灣發展 然後我以後向往演戲跟主持這方面 我在加拿大是中文電視台的主持人 對喔所以英文非常流利 還不錯 我也超流利的 真的嗎 上一輩子 反正就想利用雙語 還有日語這個能力 然後多多往這方面發展 日語也會 完全平均 日本語不可以 觀眾不是想聽這句 之後也想多多拍拍Youtube的視頻 所以也請關注一下 這邊秀書他的IG跟Youtube 當然喜歡提名的追蹤一下 訂閱一下這樣子 好 拍一下 好 觀眾一定很好奇 為什麼有個旁邊大家會坐在這邊 他是這間餐廳的夫婦 以前餐廳最辛苦的就是這個角色 沒有 沒錯吧 主廚最辛苦的 這次會播出 沒有 你知道為什麼要特別介紹 因為我想要跟觀眾講一下就是 在這種等級的地方 當不適合心得 需要面臨的什麼東西 工作時間都一定很長 一定很長 這是一定的 然後薪水 會比一般的餐廳都還要低 所以你說有年三天 薪水越低 對 大家都會覺得是相反 但是這是真的 他就是我料理之王的對手 但我也滿期待就是料理之王 他接下來會做什麼餐 那也更期待Mumet接下來會有什麼更條的菜色 那今天我是真的滿滿意 唯一真的就是甜點 我比較懂的 好 甜點 好 那今天明明到這邊就這樣 拜拜